今天帶大家下一條輕鬆的路線 去河背水塘散散心 首先我們會從河背村出發 走過一些村屋後就開始越馬路上山 走過不用15分鐘就已經可以來到河背營地 讓我們慢慢休息一下 之後再走約15分鐘就會上來河背水塘 來到水塘大家可以選擇找個地方看看風景 或者像我一樣在家樂徑走一個圈 水塘在河背面 河背水塘可以說是比我們遠離煩囂的好地方 因此我們亦都有責任好好保護這裡 至少都要做到自己垃圾,自己帶走 大約過半小時左右,我們已經可以上來河背水塘 再走一個圈了 整條路線非常輕鬆 沒有梯級之餘,只有少量的斜路 景色方面,河背水塘的風景非常漂亮 而且給予感覺非常舒服和寧靜 加上加落境裡面有很特別的地方 例如祝林小徑或小路,可以走到水塘邊 拍下牛逗和拍照 個人覺得在水塘邊找個地方坐下來聽水聲 有一個很好的享受 離開時,只需要沿路回到河背村 最後一天就能乘搭小巴回原路 拍照 等級的車子 做一個很好的 經驗